當我合併完之後 比如說我這個地方 假如說我這個地方合併完之後 這個合併完之後的話理論上我應該就是把那個 檔案給刪除掉 就是說合併完了 那這些就不要了就把它刪掉 那分割完之後的話呢理論上 也就是再把什麼 把O.tsd刪掉 OK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目前我們現在的這個 這個檔案這個有了 所以理論上我從分割開始看會比較簡單一點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什麼 分割比如說裡面這個應該沒有 把它全部 Delete掉 那如果我把它執行一下 執行這個程式之後的話它應該裡面會有 需要的這個分割結果 它的來源是從什麼從這個O.tsd來的 那可是實際上如果已經分割完之後 那這個O.tsd應該就不需要了 所以應該就按右鍵把它刪除掉 可是有的時候假如說你不想說每次都要什麼刪除啊 或者做其他這個有關檔案相關的動作 那其實用Python也蠻好解決的 那我像我剛剛跟各位提到 這個OS的這個模組裡面 其實就有很多方法 在OS模組 你們可以參考這個 雲端白板上面 我有列一個方法 這個有關OS相關的那個模組的方法 常用的方法 包含就是我剛剛提到 像刪除檔案 OS.remove 關卡符後面的你給他一個 檔案名稱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如果要 刪除檔案的話 那我的需求是當我 把這些事情做完之後 那我再把 O.tsd刪除 那要怎麼刪 其實很簡單 第一個的話 如果沒有IMPORTOS 那你就在第一行先做IMPORT OK IMPORT什麼了 IMPORT這個OS 控一個OS 那如果要刪除的話 你就在最後一行 或者PRINT上方也可以 這邊OS 點什麼呢 點REMOVE 點REMOVE 然後呢跟他講說 你要刪哪一個檔 我要刪這個檔 所以我直接拿這個OPEN的後面這邊 把它拿到這裡來 OK 幫我把 這個 分割完的那個 O.tsd刪除 所以特別注意 加兩個地方 1 IMPORTOS 2 OS.REMOVE 給他一個檔名 跟副檔名 OK 那剛剛的話呢 這個分割完這個檔還在 那我們來再試一次 知新 那你會發現喔 已經分割完的檔案 然後呢 他的 ALL.tst 就不見了 OK 所以喔 我們第一個就完成 刪除 ALL.tst 這個動作 OK好 第一個完成 那分割的話呢 我們 一樣的道理 如果我今天希望 幫我把 這些全部合併成 ALL.tst 之後 然後呢 就幫我把這裡面的檔案 全部刪除掉 或執行下 現在是沒有啦 現在合併完我看一下 ALL.tst有了 但是呢 這裡面的檔案還在 那以前的做法是 裡面你要全選 按Delete 可是如果我今天不想這麼麻煩 我希望喔 做合併完喔 那這些都不要了 那 應該 怎麼做 其實道理喔 跟剛剛的 做法還蠻像 反正 重點就是在這個 OS.remove 後面就給他一個什麼 路徑 還有檔名跟副檔 名就可以了 好 所以我知道這個原理原則之後 再來的話喔 我怎麼知道有哪些檔要刪掉的 接下來的話各位可以看到喔 其實呢 最重要的地方在這裡 當我跑完之後 合併完成 我們在下面這一行好了 那我可以怎麼 直接把上面這一行 複製 就是 到下面來 那我就知道什麼 這裡面就有這些 檔名跟副檔名 那我只需要做什麼呢 其實跟下面一樣 所以其實喔 這兩 這兩行其實都可以在哪有 這兩行 然後後面只要把這一行 改成履物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喔 這一行把它搬下來 然後呢做什麼呢 底下的部分呢 就是用剛剛一樣的 動作 OS點什麼 點REMOVE 然後面的話呢 就是 用這邊的 這個路徑就可以了 他OPEN嘛 就是OPEN的 這個檔名 跟副檔名 就是將來我們要刪除的 OK好 那我們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試一下好了 剛剛的話呢 他是沒有被刪除掉 那現在會不會被刪除呢 我們來 試試看 合併完之後 現在是合併了啦 把它刪掉了 然後呢 再讓他跑一下 那應該是 產生完 O之後 然後把 那個 這裡面的檔案 全部刪光光 OK啊其實道理很簡單啦 就是 跑一個回圈 這個回圈的話就是把所有檔案一個一個刪除 執行 好那這些的話呢 就全部消失了 再來的話呢就是 O.TSD 那檔案還在 OK 所以喔如果以後你希望什麼 執行這個 這個 他就把這個O.TSD刪掉 然後呢就產生分割的 那這個合併的話呢就是把 合併檔之後的話呢 那就把 裡面原來的25個檔案給刪掉 這個當然主要是利用 這個旅目的這個方法啦 那請各位 試試看嘛這個地方主要是延伸那個我覺得OS這個 某模組還蠻重要的 那至於其他的齁 我沒有講到老機業可以試試看嘛 像是裡面其實還可以再寫一個 東西就是說呢 因為如果說假如你一直合併一直合併 那O.TSD因為我們這個地方 是用A模式 所以他會變成一直 一直增加到後面喔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 多寫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判斷呢 如果當O.TSD存在的話 如果 如果 存在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 OS.Path exist 如果那個檔案存在 那就把它刪掉 放在哪裡 放在開頭的地方 其實這樣會 更精確啦 那只是說呢這個地方 我想有點複雜啦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第一個就是 在那個分割的這個程式裡面 加一行remove 其實要先import 第二個的話呢就是 把 合併完的 25個檔案刪除 那這裡的話實際上我們是 把那個前兩行 複製過來 然後把open這個地方底下改成 os.remove 它裡面的檔名付檔名 那這個部分請各位試試看喔